都有這個帳號,都已經進來了嘛 對不對 你的登錄畫面 你登錄完之後應該會長這個樣子啦 那這個RStudio跟之前桌機版的RStudio差別很小啦 那首先一樣就是大家可以先開個新的Project 這裡我隨便開個新的Project 如果你是用筆電,你可以跟著我一起做啦 就TESTER 好,那你開完這個Project以後啊 這個,你看右下角 這個應該就是熟悉的畫面 如果你有上過Iron的課程的話 右下角應該要熟悉的畫面 那,差別只帶一件事 如果你今天要上傳檔案 因為有時候你要把檔案上傳嘛 對不對 你要按這個鍵,Upload 那你可以選一個檔案上傳 我現在隨便上傳一個檔案 好,它就上來了 它就在這個資料夾 如果你要把這個 這個檔案把它下載 假如你做了一些運算之後你要下載 你可以把這個打勾 MoreExporter 好,那就可以下載了 好,所以說 這個線上版的RStudio跟那個就是 就是桌機版的 它大概最重要的差別只有這個啦 剩下所有功能都是完全一樣的 那大家要知道說 就是我們這堂課深度學習 語言算法 深度學習的這個食物 我除了教理論之外 我最重要的是大家會做深度學習的模型 那深度學習的模型 用一般的桌機 經常要做一個月以上 那我想大部分的人 都不太能接受這個時間 然後加上一個月的時間 你的電腦通通都不能做別的事情 然後都也不能斷電 那這樣子可能是非常 有點困難啦 所以說我們應該是要用 就是高級的Server來做 大家要注意 那這個 呃... 我跟大家講一下 你任務做完之後啊 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關掉 就是這個 這個按鍵是關掉啦 好不好 就是你的任務做完之後 你要關掉 好,Start a new vision 好,這樣子你就是關掉了 你只要看到那個 這樣就關掉了 就是你如果覺得 你正在做一個運算 你運算完之後 請你把它關掉啦 因為 大家是共用同台電腦 所以說 呃... 你暫存的記憶體啊 你吃掉的GPU啊 什麼的 這個都會 就是 你贊助了別人就不能用啦 那所以說 呃... 如果說 假如說 我發現某個人 他站了很久 欸他沒有在運算 他有在運算就算了嘛 對不對 因為他可能正在寫作業 什麼的 我可能會把他 kill 掉那個程序 我在後台可以把他 kill 掉這個程序 那可能跑到一半的東西就不見了 所以說 呃...我希望就是大家用 就是用公共電腦 就是要用 要知道一下 就是...不然你 你的東西可能不見 那... 你在這邊可以上傳 很多東西啦 但是我... 我記得 這一台電腦 大概剩下100G的容量吧 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所有人只剩下100G的容量 那... 包括你的語法喔 我都會刪掉喔 所以你要自己備份喔 好不好 這樣可以吧 就是你覺得重要的語法 你要自己備份在你的本基端啦 啊... 那個資料倒是沒有那麼重要啦 因為大部分的資料你都上傳完之後 然後就... 處理完之後 呃...你總是知道他在哪裡下載嘛 對不對 到目前為止 那要那個... 就是... 你... 這堂課結束之後 你還是想做這樣的研究的話 那我們可能要再開別的帳號這樣子啦 可是那個帳號可能只有在... 就是... 我們可能要用更好的機器 但那個更好的機器 可能就只有在學校裡面可以用啦 就是... 它... 那個更好的機器 它沒有... 對外連線這樣子 這樣動過的意思嗎 就是你不可能在家裡用 啊這個... 這個... 電腦是我特別為了 讓大家可以在家裡使用 然後去準備了這樣子 好 好...那我們來上我們的課 那我們這節課 是這個... 呃... 深度學習理論與實務啦 那... 呃...首先第一節課齁 我還是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深度神經網路的介紹 這堂課的前... 三分之二 呃... 跟上... 就...上個學期的 機器學習演算法有點重複 因為我必須... 有...有些人他可能沒有上過這個 這個機器學習演算法 所以我要大概介紹一下 可是他在... 後面的三分之一 你就會開始發現 欸...好像... 事情是不太一樣的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先來稍微講一下 先簡單講一下 我們這堂課要教的是深度學習 啊...什麼是深度學習呢? 大概... 你大概可以看到這個... 大概已經出現非常多次了 就是...其實... 呃...如果是... 年紀稍微大一點的同學 你可能會發現... 欸...這個... 在最近很... 人工智慧這個詞非常夯之前 早就有這個TEN啊 對不對... 甚至... 電影都有人工智慧的電影啊 對不對... 而且很多... 可能1980年以前就有啦 對不對... 好... 所以人工智慧這個TEN啊 其實從1950年的時候就已經出現了 從電腦開始出現的時候 就已經有人講說 我可不可以把電腦打造成一支人工智慧 這個人工智慧可能可以跟我們人完全一樣啊 反應完全一樣啊 到目前為止都還做不到嘛 對不對 所以... 在1950年的時候 欸... 我們只能夠說 這個人工智慧啊 它只是一個概念而已 好...到1980年代的時候 欸...這個時候 我們開始... 利用... 演算法 去建立Rule Build rules from data 機器學習的領域 我們在... 上個學習的課程 機器學習的領域法 如果你沒有修課的話 你可以看我們已經有錄了影片啦 好不好 他大概教的 就是1980年到2010年之間 所有那些... 就是... 機器學習的方法 他們Focus的點 大部分是... 專注於處理數值化的資料 有表格化的數據 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還沒有學到如何處理影像 如何處理文字 但是...如何處理語音 語音我不會教 這節課我不會教語音 可是... 深度學習的技術是可以處理語音的 你大概稍微學一學通了以後 你大概就覺得語音沒有那麼難了啦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就是... 現在你隨手可得的很多什麼... Siri啊... 那些有的沒的工具 他們其實都是... 可以處理語音 可以處理什麼嘛 對不對 你應該有注意到 他們大多數是2010年之後 才開始比較成熟 有些之前可能就有了 比如說像Google翻譯之前就有了 但是可能不準 但是現在Google翻譯已經很準喔 你們應該... 如果我是大概可能30幾歲上下的人 大概會有非常有感覺啦 因為你在念大學 或念高中的時候 那Google翻譯簡直就是開玩笑 現在Google翻譯已經能看了 對不對 好...所以說 這個... 我們現在就要教這個2010年以後的深度學習 好...那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深度學習啊... 它基本上... 我們再看一下前面這個圖好了 這個機器學習 如果你在... 上學期的課程 你有學的... 你只要有個大概的了解 你就發現... 其實有十幾宗演算法 對不對 這十幾宗演算法 其中只有一個演算法 它過渡到了深度學習的裡面 就是... 我們的人工神經網路 多層感知機 這一系列的演算法 所以說... 其他方法... 都在2010年以後 它們的使用率就大幅度的下降了 那我們現在啊 在課程的前三分之二 我要很快速的 帶你們重新推導一次 多層感知機的這個模型 然後並且我要對它做 額外的擴展 我在這節課的後半段 我就要對它做額外的擴展 那所以如果你... 呃...如果你... 前面看不懂你擴展是不可能看得懂的啦 那... 我必須要跟大家強調一件事 這節課所有的工具 所有的數學理論 都是多層感知機 所以我希望大家 如果說你之前也不是很熟悉啊 那你就好好再聽一次 那我們要把這個多層感知機的部分把它補熟 那這樣子我們後面才有可能繼續下去啊 不然你後面會覺得 非常的神奇啊 怎麼又... 呃...怎麼... 怎麼突然推倒到這裡來啊 這樣... 那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啊 就是... 呃...機器學習演算法那堂課 對... 因為... 十個演算法 數學上他們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嘛 對不對 所以說第一堂課數學聽不懂 第二堂課也沒有關係 又重新開始 那這堂課不太一樣 這堂課... 從第一節課到最後一節課 它全部都是同一套數學邏輯 所以說前面懂不懂 呃...前面懂不懂跟後面懂不懂 就會差別蠻大的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所以這節課我們首先 呃...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人工智慧 跟機器學習演算法 它最開始的時候 都是我要去建立一個Predition Function 丟給它一些X 然後它經過一些運算之後 這些運算就是一些簡單的加減乘除啊 就是一些... 就要說... 呃... Y等於2X加3 那這樣X丟進去之後 我就可以算出個Y嘛 那2X加3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線性方程啊 對不對 好... 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就是... 這個我們叫Predition Function 我們再重新定義一次 它叫Predition Function 好...如果你要再有一些精確的Term的話 在Predition Function 還沒有... 在決定了它的Architecture的時候 什麼叫決定Architecture 主要說Y等於Beta0加Beta1X 這是一套Architecture Y等於Beta0加Beta1X1加Beta2X2 這是第二套Architecture 這個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是結構的意思 Architecture 決定了以後 但是那個... 位置數還沒有解出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 我們叫這樣的一個東西 叫一個FunctionSet 函數級 那... 當你... 函數級裡面 如果你又決定了Y等於2X加3 這叫一個Function Y等於Beta0加Beta1X 這叫一個FunctionSet Y等於Beta0... Y等於2X加3 這2跟3確定了以後 這叫一個Function FunctionSet跟Function是不一樣的 那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當我們決定一個Prediction Function的時候 其實我們只決定一個FunctionSet 你必須在... 無限多個組合的Function... 你必須在... 無限多個範圍裡面 你也知道你的... 那個... 預測函數是可以隨便你怎麼寫的嘛 對不對 你必須先決定一個FunctionSet 當你決定了那個FunctionSet以後 剩下就是求解位置數嘛 求解位置數的過程 你需要首先決定一個損失函數 這個損失函數就是... 你預測出來的YHOT跟Y 它們之間必須滿足某一個方程式 這個方程式可能是... 這個可能是殘差平方核 以現性回歸來講 損失函數就是殘差平方核 那殘差平方核 我們把它最小化 我們找到一組... 找到一組確定的值 讓它最小化 也就是在... 我們在一個FunctionSet裡面 找到一組Function 讓... Y跟YHOT之間的損失最小化 這就是我們... 今天我們一切... 的... 所有... 就是深度學習所有的... 這些... 點算法裡面最基本的基礎的概念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可以嗎 我再講一次喔 我們... 在做深度學習之前 我們要先決定一個FunctionSet 這個時候它還是未知數 它的... 它的這個... 就是它的參數還是未知數喔 好...接著... 我要定義一個損失函數 這個損失函數也... 隨便我什麼定義都可以 好...接著... 我要找到一組... 參數... 讓這個FunctionSet的損失最小化 那我找到那組參數 我把它帶進那個FunctionSet 那就產生了一組Function 那那個就是我的Function 我的人工智慧就在講那個Function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如果你了解了以後啊 有沒有人這裡不懂的啊 這裡還是不懂的話 是非常嚴重的事情啊 有沒有人這裡不懂的 不懂不要害羞啊 不然後面我們... 我們這節課... 我們第一堂課教得非常慢 而且我們這節課有三個小時 所以不懂不要害羞 好啦...有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我們繼續 好...那我們現在來... 找一個...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要找到一組... 參數... 讓... LossFunction... 最小化... 那這件事本身... 是不是就是... 求極值... 好...有些人可能已經看過 這一系列的推導啦... 求極值... 其實就要透過微分工具求極值啦... 那... 微分工具求極值...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手上有一個方程式... x平方加2x加1... 你想要求極值... 那我要怎麼求極值咧... 我是不是... 對他求微分... 對他求微分... 那我會得到他的導函數嘛... 對不對... 求完微分的這個式子... 2x加2... 這叫... 他的導函數... 導是那個推導的導... 導函數... 那導函數等於0的地方就是他的極值... 好...這邊問一下大家... 導函數等於0的地方為什麼是極值啊... 有沒有人要講一下... 大家都說是真的... 我們也不要講說什麼加分啊... 你們也不太care了...對不對... 來...有沒有人... 要講一下... 這個... 導函數等於0的地方... 為什麼是極值... 好... 其實我下面有寫好不好... 導函數... 導函數的定義是... 切線斜率函數... 切線斜率... 就是我現在... 我現在... 我現在... X在哪裡的時候... 他的切線斜率是多少... 那切線斜率等於0... 就代表他... 一直上升到一個地方之後... 或一直下降到一個地方之後... 他再也不動... 所以他不會... 他不會動... 所以切線斜率等於0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懂我的意思嗎... 或者是他要經過一個轉折... 你原本一直往上... 那斜率是不是一直正的... 到你往下的那一瞬間... 你總有一個瞬間... 你的斜率是0嘛...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你是不是就到了極值了... 所以切線斜率為0的地方... 就是極值... 所以... 我們在求... 為分... 的時候... 求導函數的時候... 為什麼導函數等於0的地方... 就是極值的原因... 就是... 他的數學理就是這個樣子... 好...那你已經知道... 我現在... 我們... 在左邊這個式子... 我們一開始提出一個... FunctionSet... 然後我們要求一組... 參數... 讓這個LossFunction... 整合... 把這個... PretitionFunction跟LossFunction... 整合在一起的這個Function... 的... 值最小化... 他本質上就是在求極值嘛... 對不對... 只是說這個式子可能會非常複雜... 我們要用到的微分工具可能非常的多... 但是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這個概念你要了解... 就是我們其實就是在求極值... 好... 球極值除了... 對他求... 導函數... 導函數等於0的地方... 為極值以外... 我們在... 機器學習遠算法的時候... 我們介紹了一個... 非常常用的... 球極值的方法... 叫... 梯度下降法... 這個梯度下降法... 我要跟大家很快的... 帶過... 就是... 他到底是怎麼去求極值的... 好... 首先... 我們以剛剛這個式子為例... x平方... 加2x加1... 它的導函數是... 2x加2... 對吧... 好... 我們現在... 我們不知道... 它等於0的地方在哪裡... 我們... 我們第一個最簡單的解法就是... 2x加2等於0... 那我們就是看看... x等於多少的時候... 千學率是0嘛... 對不對... 那我們為什麼要摒棄這種求法... 因為這種求法... 如果你的位之數... 有10個的時候... 那你就在解... 10元連立方程式... 非常難解... 10元連立方程式非常難解... 因為你要不斷的... 代入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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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未來你面對到的深度學習模型... 它經常有100萬個以上的位之數... 好... 我跟大家講一下... 你們大概不用很久... 如果你們有修下一節課的... 就是... 明天的這個... 人工智慧... 10座的課程的話... 你們在第六課的時候... 你們面對到的... 模型的參數... 就有超過1000萬個... 所以你們不可能去解... 1000萬元連立方程式... 算都算不完... 1000萬... 開玩笑對不對... 所以我們必須教你一個新的方法... 它叫求... 它的T度向上法... 它可以... 很方便的求... 1N元連立方程式... 那個N就無限大了... 隨便要多少都可以... 好... 它的邏輯是... 我最開始的時候... 我先給一個隨機的起始值... 這個隨機的起始值之後... 我隨便定的就要說10... 那它的下一代... 這是第0代的... 第0代的... value... X的下一代... 就等於X的上一代... 減掉LR... 乘上... 它的導函數... 但是要把上一代的值給它帶進去...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如果你不是很了解... 這樣的一個數學式的話... 我們用帶的讓你比較容易了解... 好... 下一代的X... 等於上一代的X... 減掉LR... 乘上... 導函數... 但是要帶入上一代的值喔... 好... 這個導函數是多少... 這個... 這個值是多少... 上一代的值是多少... 10嘛... 可以吧... 所以我把10代下來... 這樣可以吧... 好... 那... 這個導函數是多少... 2X加2嘛... 可以接受2X加2嘛... 所以我把它改成... 2乘以10加2... 這樣可以吧... 那這個LR是什麼... LR是學習率... 我們現在給一個很小的值... 比如說0.05... 這個LR是一個參數喔... 也就是說... 你到時候要訓練... 訓練... 深度學習模型的時候... 你必須去調整... learning rate這個參數... LR就是learning rate... 好... 那這樣子... 我現在帶0.05... 這個lanerate你帶多少都可以啦... 數字... 數字不宜太大... 也不宜太小... 那我們現在就隨便決定一個0.05... 你說不宜太大... 不宜太小... 那我要帶多少... 你每次都要試... 我們一般來講可以用0.05... 但是根據不同的任務... 這個數字可能要改變... 所以基本上是... 你每一次在做你的任務的時候... 你都要試出這個最好的數字... 好... 那這樣子... 第一代的X就是8.9...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樣的一個帶入應該沒有問題吧... T2下降法這個核心公式... 你把它帶下來就是長這個樣子... 好... 這樣沒有問題啦... 那你沒有問題之後... 那我的第二代的方程式怎麼做咧... 我第二代的方程式就等於... 第一代的值... 減掉LR... 乘上它的導含數... 把第一代的值帶入進去... 整個過程是完全一樣的對不對... 只是差別在本來這裡... 跟這裡是10... 現在改成了8.9... 8.9是什麼... 上一代的值對不對... 那10是什麼... 上上代的值... 那現在我知道了... 這一代的值是7.91... 這樣可以接受吧... 如果你不斷的重複這個過程... 重複到第三次... X會變7.019... 重複到第四次... X會變6.21... 重複到第五次... X會變5.49... 如果你無限輪迴... 重複到最後一次... 你就會發現... 你的... X... 現在是-1... 你會說... 我怎麼可能重複無限次... 你重複到... 第1000次... 那個值就會非常非常接近-1啦... 甚至不用到1000次... 很快很快... 它就會非常非常接近-1啦... X到你可能小數點以下... 第10位都一樣啦... 所以說... 呃...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的答案... 就是-1...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樣這整套流程... 叫T度下降法... 好...這樣可以吧... 到這邊為止... 有沒有人聽不懂... 什麼叫T度下降法... 好...都可以好不好... 好... 我們是不是都可以... 這一節課的... 後面三分之一... 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就可以考驗到...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T度下降法... 好...我們現在往下繼續... 來...我們現在要教第二節課... 反向傳播法與多層感知機... 我們在... 繼續學習紀元算法的時候... 我們了解到... 這個...一個函數... 叫做多層感知機... 那我們有了T度下降法之後... 我們現在... 已經會求解囉... 求解對我們來講不是問題... 我們回到最原始的這個事情... 你會發現... 我要Minima我的Loss... 這件事情... 我可以用T度下降法解決... Cost function... 這個... 損失函數要怎麼定... 這個...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但是我們現在知道... 一件... 很關鍵的事情... 也就是說... 我們... 必須決定一個... Prediction function... 這個... 我們決定完那個... FunctionSet之後... 那個... FunctionSet的... Architecture... 那個... Architecture是不會改變的... 你T度下降法... 不能去改變Architecture... 對不對... 所以你要決定... 什麼樣的FunctionSet... 這件事情很重要喔... 你要決定什麼樣的FunctionSet... 李俊和你學的最好了... 李俊和你講一下... 那個FunctionSet要哪些條件... 來... 那個FunctionSet... 你覺得要怎麼指定比較好... Y等於Beta0加BetaX... 這樣好嗎... 不好在哪裡... 不知道... 那我先... 我現在... 我在這邊暫停一下... 我要帶大家想這個問題... 你這樣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我們要學一堆永遠的東西... 我們後面的問題... 今天... 我把一個... 我今天... 呃... 我手上有爸爸的身高... 這是X... 我要預測兒子的身高... 我要預測兒子的身高... X的身高我也有... 有Y嘛...對不對... 我把他畫在三部圖上面... 我把他畫在三部圖上面... 我要建立一個方程式... 用爸爸的身高... 預測兒子的身高... 那我現在... 用Y等於Beta0加Beta1乘X... 這個方程式... 你好像覺得非常的自然... 沒有什麼不好的... 對不對... 是不是沒有什麼不好的... 那預測... 那我到時候我就會... 我大概在黑板上畫得很好... 我現在... 好... 我現在... 這是爸爸的身高... 這是X... S的身高... 我這樣點點之後... 我預測一個... Y等於... Beta0加Beta1X... 那我最後找到一條線大概這樣... 大家好像沒有覺得有什麼困擾... 這個電電方程式... 沒什麼不對... 對不對... 反正... 你們已經很習慣... 預測的時候會有誤差了... 很習慣這件事了... 可是我這樣問大家... 如果今天... 把X... 跟Y... 剛剛是爸爸的身高... 預測兒子的身高... 我當然會覺得... 預測有誤差... 很有... 這個是...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錯嘛... 對不對... 那我再問大家一個... 如果今天X... 我今天的X... 跟Y... 他可能是... X... 可能是這個... 呃... X可能是... 呃... 這個... 呃... 時間... 這個Y... 呃... 這個X是時間... 然後這個時間... 然後這個Y是位置... 高度... 好... 不過那... 時間高度... 那我現在要做什麼點呢... 來...我現在... 用個攝影機... 我把一個球啊... 我把一個小球... 從國防一圈的樓頂... 把他丟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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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最開始的時候... 是不是在很高的地方... 這樣可以吧... 我把... 小球... 從國防一圈的樓頂... 丟下去... 最開始的時候... 是不是在很高的地方... 他在1秒的時候... 他在哪裡... 他可能在這裡... 這樣可以吧... 他2秒的時候在哪裡... 他可能在這裡... 他在3秒的時候會在哪裡... 他可能在這裡... 他是線性關係嘛... 他不是線性關係... 對不對... 為什麼他會呈現... 毫無線關係... 因為我們知道... 有重力加速度... 對不對... 我們知道... 這個... 這個... 高度... 跟... 時間的關係... 他是一個... 二次方層次... 對不對... 這個時候... 如果你手上只有這幾個點... 如果你手上只有這幾個點... 你... 告訴我說... 欸... 不好意思... 我也決定了... y等於β0... 加β1... x... 我要去預測... 你覺得這個方程式好嗎... 為什麼不好... 因為x跟y的關係... 明明都不是線性關係啊... 對不對... 他的關係是什麼... 二次次... 對不對... 可以吧... 如果我用這個... bunction set... 去預測... 是不是會好很多...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我遇到了一個最大的問題喔... 在這節課的時候... 我們遇到的最大問題是什麼... 也就是說... x跟y的關係... 顯然... 是未知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我們今天... 那個... 一個小球跟高度... 時間跟高度的關係... 我們物理學的還不錯... 知道他是一個二次式... 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 爸爸的身高跟兒子的身高... 他是一個幾次式啊... 他真的是一次式嗎... 你們現在都... 每個人都給我搖頭... 對不對... 是一次式... 很奇怪...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好像... 絕對不可能那麼簡單嘛... 你的邏輯是絕對不可能那麼簡單嘛... 對不對... 那現在我該怎麼辦啊... 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我... 根據我現在的... T度下降法... 我整套求解的流程... 我發現... 我的FunctionSet一旦決定... 就不能改變了... 對不對... 但是那個FunctionSet又很關鍵... 因為他決定了... X跟Y是什麼關係啊...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 要... 給他求解的FunctionSet... 必須滿足下列這個特性... 這個特性很重要... 我現在把這個畫講出來... 叫... 他有能力... 擬合任意函數... 什麼意思咧... 就是不管X跟Y的關係是什麼... 不管X跟Y的關係是什麼... 這個我提出來... 我用的這個FunctionSet... 他都有能力... 去擬合它... 去逼近它... 什麼意思咧... 我今天啊... 我來寫出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啊... 可能很複雜... Y等於... 最後就是這樣子... Y等於問號問號... 那我希望這個問號問號... 它既可以... 畫出一個244... 它又有能力... 去畫出一個這樣的式子... 它又有能力... 畫出這樣的式子...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什麼意思咧... 這個就叫... 有能力擬合任意方程式... 只要我改變... 只要我給它... 適當的參數... 它就可以擬合任意方程式...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這樣子我是不是... 就解決了一個問題... 解決了什麼問題... FunctionSet不可改變的問題... Architecture不可改變的問題... 因為... 參數我可以用數據去解啊... 對不對... 參數是可以解出來的嘛... T2下降法可以解出來嘛... 但是Architecture是不能改變的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在這邊跟你們介紹的... Architecture... 從這一節課開始... 我跟你們介紹的所有Architecture... 它都有這個特性... 它有能力擬合任意方程式... 任意哦...注意是任意哦... 包括什麼Sine函數也可以擬合啦... 你們以前在學統計的時候... 你們學的統計方法是沒有這個能力的... 但是我現在要跟你們介紹的所有方法... 它都有這個能力... 它有能力擬合任意方程式... 這個話... 我在機器學習原算法課程中有講到啦... 只是可能... 我沒有那麼強調這句話... 好... 這個方法叫多層感知機... 多層感知機... 我們現在把它畫出來... 多層感知機... 他是誰發表的咧... 這三個人發表... 其中... Gifrey Hinton... 這個人非常的重要... 人工智慧之父... 不不不... 深度學習之父... 人工智慧之父不是他... 深度學習之父... 這個人在2019年的時候... 拿到圖靈獎... 你把圖靈獎就是電腦科學界的諾貝爾獎... 你知道這件事就好了... 他在1986年之後... 他發在哪個期刊... Nature... 他提出了這個方法... 這樣可以啊... 我想大家在這邊的人都... 我看今天也沒有大學生了... 因為我發現... 原來大學生去入伍啦... 所以我... 這個... 我決定把大學生的課... 這個學期就停掉了... 所以這邊都只有碩士生啦... 所以你們一定知道Nature是什麼意思啊...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他提出的演算法是什麼... 這麼厲害... 他提出的就是那個... 有能力逼近任意函數的... FunctionSet...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他的FunctionSet長成這樣子... 來... 首先假設你的X有兩個... X1X2... 假設你X有兩個... 那... 我先產生一個... H1... 這個H1... 這個過程... 是一個... 邏輯思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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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誓應該都沒有問題啦... 好不好... 都知道他長成什麼樣子啦... 這... 也是一個邏輯思回歸... 那唯一的差別... 這兩個都是邏輯思回歸... 唯一的差別是什麼... 參數不一樣... 所以他們... 共享... 同樣的... FunctionSet... 但是是不同Function... 這兩個邏輯思回歸... 擁有不同的Function... 是不同的Function... 但是同個FunctionSet... 這樣可以了解吧... 這一個是不是也是三個參數的... 邏輯思回歸... 所以他... 跟他們三個... 都是同樣的FunctionSet... 都是同個FunctionSet... 但是... 因為... 參數不一樣... 所以是不同的Function... 這樣可以吧... 好... 那如果你也可以接受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把它寫成數學式好不好... 來... 所以是寫成這樣子... 首先... 這個... L函數... 等於... 輸入X1跟X2之後... LK... 就是... WK0... WK1... WK2... 所以... 一個...LFunction... 總共有三個位置數... 要給我們解... 這樣可以吧... 那我現在... 這個整合式... 這個整合式... 總共有九個位置數... 要讓我解... 這樣可以了解吧... 這個是只有九個位置數... 讓我解喔... 那... 過了LFunction之後... 我再教大家一個... 叫做S型函數... S型函數... 就邏輯思回歸... 反函數的... 反... 邏輯思回歸... Log... P乘以1-P... P乘以1-P... 的反函數... 它的反函數就長成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你一個... 你...如果要把這個... 把... 這個... 這個... Log... Log... P除以1-P... 然後它變成... P等於什麼東西的話... 它就會長這個樣子... 它的反函數就長這樣... 好... 我們... 東西... 過了... L函數之後... 再去... 讓它經過S函數... 它就會變H1... 所以H1在這裡... 這樣可以吧... H2在這裡... 先經過一個... 限制預測函數... 再經過一個... S型函數... 這樣就變H2... H1... H2... 就是邏輯思惟規的Output 對吧... 它的範圍介於0-1之間... 好... 之後... 我們可以把... Function... 我們再讓它經過一個... Linear Function跟S Function... 最後變成... 喔... 這一個東西就是我們的多層感知機... 好...這樣可以啊... 欸...你是在錄影嗎... 其實你不需要錄啦... 因為我錄... 好...等一下... 我們那個影片... 就是... 上完課之後就會... 就會在那個... 網站上就會... 那個... 你就看得到了... 好... 好... 那我們繼續講一下... 那我們現在要把... 這樣的一個函數... 我們要求解啦... 求解我們要用T2下降法... 對不對... 可是在做T2下降法前... 我們發現了什麼... 我們要求出... 首先我們先把那個4寫出來... 對不對... 寫完之後... 我們還要... 拿到它的導函數... 這樣... 我們才有辦法求解... 對不對... 而且導函數是... 每一個位置數都有一個導函數喔... 我們總共有9個位置數... 對不對... 所以我們總共有9個導函數... 那我們現在要把這個4寫出來啦... 我們直接幫你解了... 我們當然不會去為難你... 對不對... 來...我們看著... L1... S... 變H1... 對不對... L2... S... H2... L3... S... 然後接著... 這樣的一個... Linear Output... 它必須要用... Cross Entropy... 這個損失函數... 如果你對... 損失函數... 為什麼... 為什麼... Binario的這種... 0到1之間的... Prediction的這個... Output... 它必須對應到... Cross Entropy... 這個損失函數... 這個... 我們機器學習... 演算法第7課... 去看一下... 那邊有詳細的解...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某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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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put... 它就要對應到一個... 特殊的... 損失函數... 這個你要先知道... 這個... Cross Entropy... 它的函數... 長成這個樣子... 負... 這個是平均啦... 平均... 負Y... 乘以... Log O... O 就是一個... 0到1之間的數... 是這裡的Output... 這樣可以吧... 加上... 1-Y... 乘以... Log 1-O... 這樣可以接受... 這是我們... 剛剛... 那一個... 上面是我們的... Prediction Function... 這裡是我們的... Loss Function... 我們把它組合起來... 這就是我們... 最後要求... 導函數的... 整合方程式... 好... 這邊你會看到... 式子有一點複雜... 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 呃... 我是... 非常建議大家... 在上這些課之前... 應該... 畸學習遠勝法... 可是顯然是... 先求課程啦... 你要花一些時間... 再稍微... 複習一下... 好... 那我們來... 求解... 一下... 這個... W3的... 導函數好了... 這個...詳細的求解過程... 欸這裡有... 請你直接點連結... 這裡就有了... 你自己看一下... 你看不懂... 一樣有影片嘛... 對不對... 這個我的課程... 有新同學... 我們就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影片在哪裡... 就是... 機器學習遠勝法... 這個... 這裡都有影片... 都有教學錄影... 所以說... 那當然啦... 這個... 深度學習的課程... 這裡還是敬請期待嘛... 因為我現在正在上... 對不對... 我上了才在上傳... 好... 那... 這個... 我們直接看結果啦... 剛剛這一大串... 方程式的導函數... 注意一件事情喔... 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跳過了... 求導函數的誤會... 所以其實... 這節課的重點... 並不是求導函數啊... 好... 求導函數... 只是你要知道說... 它的結果... 是求導函數出來的... 這樣可以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 W30對這個整合 function的... 導函數... 它是... O-Y的平均... 這個為什麼答案長這樣... 請你去參考前面的課程啦... 我這邊直接列出了... 九個導函數了...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 我沒有玩這樣的求解喔... 我直接列出九個導函數了喔... 那現在我要做事情啦... 好...練習... 請你利用... T度下降法... 求解多層感知機... 我們要做什麼咧... 我要跟大家... 先做一個非常簡單的實驗... 我們假設... 我們的Y... 它是怎麼產生的咧... 來我們看一下... 首先X跟X1跟X2... 它是500個隨機數... 它是500個隨機數喔... 然後... 這個L1... 等於... -4-4x1-3x2... 那是不是代表... W10... W11... W12... 它們的係數分解是... -4-4-3... 這樣可以吧... 欸你說... 這個數字是我自己指定的喔... 你可以換數字... 我現在要告訴你的事情是... X... 跟Y的關係... 它顯然... 因為... 是我自己產生Y的嘛... 所以我非常清楚... X跟Y的關係是什麼...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既然我非常清楚... 它的關係是什麼... 而且... 它就是用這個Function Set去產生的... 所以... 你用這個Function Set去... 逼近它... 去... 計算它... 它一定可以求出一個完美的解...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我們如果... 我們把它... 從頭複製到尾... 注意在這裡... 好... 你就直接... 通常我的習慣是... 開一個Project之後... 在這裡... 開一個Rscript... 把它貼下來... 請你... ROCK... 好... 現在你有X跟Y了嘛... 然後接著... 請你... 把它... 打到圖上... 好... 你看到了吧... 紅點跟藍點... 欸... 它不是線性關係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辦法用一條線... 簡單的把它割開嘛... 對不對... 它需要兩條線才能割開... 所以這是非線性關係... 那我現在要試著... 用剛剛的多層感知機... 把這樣的一個... 把這樣的一個... 方程式給解出來... 我... 理想上... 我應該可以解出... 這九個數字嘛... 理想上... 我應該可以解出這九個數字啊... 好... 來... 九個... 九個... FUNCTION的... 九個參數... W303132... 202122... 10112... 這幾個東西... 九個... 方程式的... 九個... 未知數的... 導函數... 我都已經給你了... 請你試著用提讀下降法... 求解... 好...如果你沒有上過... 機器學系... 你可能會覺得這邊非常忙... 對不對... 那請你直接看答案... 如果你有... 答案就在這裡啦... 答案就在後面啦... 請你直接... 呃... 稍微感受一下... 他在做什麼... 等一下我會講得非常詳細... 如果你... 上過機器學系就算吧... 我這邊給大家... 我想給大家... 15分鐘的時間好了... 希望大家是可以做得出來的... 好不好... 或是10分鐘的時間... 理論上你應該... 3分鐘就可以做完了嘛... 好不好... 但是我給大家一些時間啦... 讓大家做一下... 然後把時間給你們... 好...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解... 這個... 提出下降法啦... 啊...不用擔心評分啦... 好不好...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也沒有什麼評分的啊... 好不好... 這節課... 這個... 應該... 大家都碩士生應該也不會太在意分數啦... 一定...反正一定... 一定... 說會過是一定會過的嘛... 對不對... 這邊也沒有大學生嘛... 大學生就很在意了... 好不好... 這個...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要怎麼練習啦... 好不好... 我先跟大家講... 這節課沒有其中作業... 沒有其中作業啦... 我還在想要怎麼評分啦... 好不好... 因為... 因為那個... 要你們訓練出個model... 這個... 我們下節課大家會做這件事啦... 最後很有可能就是... 要你們想個... 自己想個題目啦... 但是... 要用到深度學習的技術啦... 大概... 大概都是這個樣子... 老師...我能夠... 在你這個時候跟你討論... 下課... 下課好了... 好不好... 就是... 這節課的學習目標... 非常的簡單... 就是你要會做深度學習... 你的學習目標就是... 你有能力做到這件事情... 這樣子... 喔...真的... 我期待太高了... 不會...不會很高... 你會發現沒有那麼難... 其實就是語法超一超... 改一改就好... 這個... 沒有想像中那麼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呃... 這個... 我們實際上要怎麼做好了... 就是... 你如果直接看這語法... 你會覺得非常難... 不過我要跟大家講個... 好消息... 就是這個語法... 其實你... 不用看得懂... 即使你看不懂... 也不影響你之後要做深度學習的操作... 因為... 這個... 這個語法... 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課程這樣子... 就是... 有一些部分是理論介紹... 那理論介紹... 呃... 的語法... 跟實際操作的語法... 完全不一樣... 那所以... 理論介紹的語法... 你用屁股下來... 一定比較難嘛... 對不對... 因為你什麼都要懂... 那所以... 這個... 所以這個... 理論介紹的語法... 不見得要懂...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前面... 東西啊...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我在寫它的導函數... 這一些... 語法... 是它的導函數... 那你說我這邊... -n分之一... 乘以... sum... 就是把它加起來... y-o... 可不可以換... y-o...可不可以換成... o-y... 欸... 可以啊... 那可能就會出錯... 最後就會算不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啊... 那我為什麼會知道是長這樣子啊... 前面的推導... 我寫的啊...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 這個式子... 寫... 怎麼樣的加減成譜法好了... 這個不是說... 這不是我隨便寫... 這真的就是它的導函數...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練習答案啊... T2線上法... 最簡單的邏輯就是... 我...最開始的時候... 我要先產生一個隨機起始值嘛... 所以... 這是我... 最開始的隨機起始值... 它長這樣... 這是隨機的哦... 我沒有指定它多少哦... 這是隨機的... 好... 接著... 從我的第二代開始... 從我的第二代開始... 我的... 我都要先算出... 它當下的H跟當下的O... 然後... 我的... 上一... 下一代的值... 第一代的值... 等於第一代的值... 減掉LOR... 然後把... 上一代的值... 帶進去... 把... 上一代的值... 帶進去...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說... 所以說... 我現在... 這樣... 算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好...它正在算哦...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樣... 欸...我們來看一下Head... 好... 你看它一開始的值是這個樣子... 它下一代的值是長這樣... 是不是有一些... 有一些些微微的變化... 這樣可以吧... 它到了最後... 我們來看最後... 它到了最後你有沒有發現幾乎不動... 幾乎不動了... 對不對... 最後是幾乎不動了... 所以這一組參數就是... 來...我們來對一下答案... 來... -4... -3... 7... -6... -1... 4... 4... 4... 3... 然後... 這個... 4.8... -4.0... 呃... -0.82... 這答案好像不一樣... 答案好像不一樣... 好...這裡是... 4...6...7... -7... 7... -4... -5... 答案怎麼會不一樣呢... 怎麼辦... 除了什麼問題... 不知道... 不知道... 對啊...沒有學過... 機器學習的人一定會不知道嘛... 沒有關係... 那我們邀請一個... ㄟ... ㄟ...李均衡... 你要不要講一下... ㄟ...李均衡... ㄟ...李均衡你要想想好不好... 你不要亂講喔... 你現在講我回去幫你扣一分喔... 好不好... 我給你的分數應該也可以喔... 你應該是有一些分數可以給人家扣啦... 對不對... 好... 那你要不要再講... 這是T度消失嗎... 你想一下... 你... 你什麼時候聽過... 講過T度消失啊...奇怪... 我是... 上學課... 機器學習演算法有講過T度消失嗎... 我嗎... 你有聽過這個T度消失嗎... T度消失... 我是真的沒有印象我在... 機器學習演算法有講到這個T度啊... 我不知道你從哪裡看來的... 這個T度是重要的... 但是我這節課最後才會講啊... 怎麼會... 怎麼會... 怎麼... 我什麼時候講過T度消失啊... 這問題是... 大家想... 大家思考的問題... 來...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這兩個... 這兩個H1跟H2... 它的結構是完全對稱的... 所以我在生成H1的時候... 我用這一組參數... 跟我用這一組參數... 我把它全部調換... 然後我把... W3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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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3個也調換... 這樣方程式 Output 是不是完全一樣... 可以了解吧... 有聽懂我的意思吧... 我把H1跟H2兩個... 系數完全交換... 再把這兩個也交換... 這兩個方程式完全一樣... 這樣...答案完全一樣啦... 細節不一樣... 但是答案完全一樣...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再來講另外一個... 這一個的輸出是... 0到1對不對... 0到1對不對... 那如果我把這邊... 全部加上負號... 全部加上負號... 那他是不是... 這個的輸出就是... 1減掉他... 本來是... 本來是... 輸出0.9就會變0.1... 那... 我在這裡給他... 計算的時候... 我是不是給他一個負號... 反向的... 那他是不是... 就可以得到... 跟剛剛完全一樣的效果... 我現在換個講法... 我這裡... 給他正負號交換... 我這裡也給他正負號交換... 那是不是答案... 又... 又回到一樣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當然這裡有個X型盤數轉換... 他有一點點複雜... 但是... 他答案還是一樣的... 所以我換個講法好了... 其實... 雖然我剛剛在... 模擬數值的時候... 我是用這一組數值... 但是會有... 非常多組... 甚至我可以說... 無限多組... 無限多組參數... 他可以給... 他可以有... 完全一樣的Output...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有無限多組參數... 完全一樣Output... 所以我求出來的答案... 他只要是... 那無限多組其中的一組...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我們把圖畫出來你就知道了... 好...注意喔... 這是我用我剛剛的... 最後一筆... W... 去畫圖的喔... 畫出來的圖... 看到了吧... 他還是完美分割啦... 對吧... 他還是完美分割囉... 現在我用的這一組參數是4.3... 是這一組喔... 好... 我先故意... 我故意... 好... 算了算了... 我把他貼掉... 我懶得再複製一次了... 請你... 因為每一次的起始值都是隨機的嘛... 對不對... 所以你每一次求到的答案都不一樣... 你會發現... 每一次... 那我們就再試一次好了啦... 就是免得... 不然大家這樣聽了也不會有什麼感覺啦... 對不對... 好...你們大概記得... 之前的答案在這裡吧... 對不對... 好...我再做一次... 你會發現答案換了... 但是圖沒有變... 但是圖沒有變... 這樣都我意思嗎... 答案有換嗎... 答案怎麼換的有限啊... 我們再測試一組好了... 不然我這邊... 故意換一組... 我故意... SD... 我故意... 我故意這樣子好了... 我試一下... 我故意改一組隨機起始值啦... 然後我再... 我再做一次... 看一下... 好...這答案差很多了吧... 這個... 答案跟剛剛是不是差很多了... 這個可以了吧... 好... 我們再畫一次圖好不好... 我把它清空喔... 欸... 真的是做得不太好欸... 好啦...我剛剛... 那個要調啦... 好不好... 我這邊改成... 呃... 我這邊改成-3好了... -3... 然後0點... 0點... 然後2... 好...我再做一組啦... 總是會答案不一樣的啦... 我...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訓練失敗... 還有很多原因啦... 他可能是... 好...欸... 這個答案跟剛剛不太一樣了吧... 至少這三個不是全部都負號了吧... 對不對... 這個答案跟剛剛不太一樣... 然後我再畫一次圖... 欸... 真的是很不給面子欸...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個樣子欸... 他為什麼就是不能夠讓我有一個... 他為什麼不能夠讓我有一個... 就是... 好的... 這個... 學習率不用太特別調咧... 這個是不太一樣... 但差距有限啦... 好不好... 這跟剛剛不太一樣... 差距有限... 好啦好啦...做出來了好不好... 好啦...我想跟你們講的是說... 就是... 我是透過實驗去證明這件事啦... 我剛剛是用理論上跟你們講... 你們聽得懂對不對... 我透過實驗告訴你們... 其實你們做出來的參數就算不完全一樣... 他得到的... 他的分割邊界還是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換個講法... 我們剛剛提出的... Function Set... 我們剛剛提出的Function Set... 他有能力逼競爭一函數... 而且... 他最後求出來還有一個特性喔... 他的答案... 每一次可以是不一樣... 但效果會一樣... 這樣都會說... 這個是人工智慧... 你在做... 你在之後做深度學習模型的時候... 非常有趣的一點... 你沒有辦法repeat你的實驗... 就你拿到你那個model之後... 你沒有辦法再得到一次你的model... 你可以得到一個跟他... 類似的類似品... 但是你沒有辦法再得到同一個... 一模一樣的model... 所以model是一定要存下來的喔... 你說不定某一天... 你就在... 這就是你這輩子能夠拿到最好的model... 這樣懂的意思吧... 好可是... 你可以拿到很多個跟他... 跟他performance差不多的... 因為他們有類似的分割邊界... 你可以拿到跟他performance差不多的... model... 但是你再也拿不到同樣的一組參數...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好...那我們練習的討論... 原來我是要講練習的討論... 我剛剛想講的就是這個啦... 就是... 你的...求解過程... 其實是... 不完全一樣的... 他是有隨機性的... 但是效果... 原來我本來是要為你們解釋啦... 但是李俊和講... 講出一個... 李俊和這個... 可能有玉璽啦... 李俊和你是有玉璽是不是啊... 他不在... 蛤... 他不在... 蛤... 你剛剛為什麼不講習指負一樣... 你講錯了... 你這個... 腦袋一時之間... 這個... 好...沒關係... 好啦... 所以...我想... 這一個討論就是... 跟他講... 就是... 我想跟... 你們講的就是... 這一個... 其實有非常多... 非常多這個... 所以...非常多組參數啦... 就是同一個 function set 裡面... 其實有非常多組 function... 他有同樣的效果... 非常聽得懂我的話了嘛... 所以說... 預測節股可以有無限多組參數做到... 所以啊... 你現在開始... 你要用... 我們的... 多層感知機的時候...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以前... 我們在做統計的時候... Parameter... 那個參數... 你求出來的... 主要說... 爸爸的身高... 等於... 等於... 100... 加上... 0.7... 不是... 兒子的身高等於... 100... 加上0.7... 乘於爸爸的身高... 0.7你可以有個解釋啊... 爸爸的身高每上升1公分... 兒子的身高就會上升0.7公分... 那我們現在發現這件事情... 當你用了... 深度學習的技術之後... 就是... 多層感知機之後... 這個參數... 既然... 每次求答案都不一樣... 那還會有意義嗎... 他不再有意義了... 所以... 從現在開始... 你要更關注於... 你... 計算出的結果... 而不是那個參數... 你求出來的答案... 你求出來那個參數解... 呃... 意義就沒有那麼大...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件事很重要喔... 我怎麼換個講法... 欸這件事情... 我現在跟你講你可以接受... 但是從另外的反面來講... 他就是一個黑盒子... 我其實不知道他怎麼被預測出來的... 雖然我知道他答案很準... 我知道他的分割邊界做得很好... 但我不知道這個分割邊界... 我沒有辦法去解釋紅點跟藍點... 他的意義... 這樣懂我意思嗎... 神經王如果有這個特性... 黑盒子的特性... 他... 他的優點就是很準... 缺點也很明顯... 不可解釋...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對... 你要講什麼... 他比較重要的是... 他比較重要的是... 我... 應該說在以後... 你應該會對... 提出一個... FunctionSet... 這件事情變得非常的自然... 提出一個FunctionSet... 這件事情就是... 你會發現... 大家都是提出那幾個FunctionSet... 為什麼... 因為能夠逼近任意函數的... FunctionSet沒有那麼多... 所以說... 以後... 大家提出的FunctionSet... 都會長得差不多... 但是... 你會發現... 大家都沒有辦法解釋... 為什麼在這個FunctionSet裡面... 是找到這一組Function... 因為用同樣的FunctionSet... 找到的Function... 每個人找到的都不一樣... 準度還差不多... 這樣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 以後大家都只會關心... 你預測的準不準... 不會再有人關心... 為什麼... 模型做出這個預測... 也不是說沒有人關心啦... 是關心了也沒用... 因為有無限多組參數... 可以得到一樣的答案啊... 那你去關心... 這一個... 這一個值為什麼是-4... 不是正式... 這樣有意義嗎... 這個值的正負號... 是不是就完全沒有意義了... 這樣都會說... 我們甚至連方向性... 我們都沒有辦法再解釋... 好... 那我們現在要跟大家講... 就是... 矩陣化多層感知機... 也就是說... 我現在啊... 我要... 這個... 我剛剛的那個式子... 它還是一般的表達式對不對... 我現在要把它換成矩陣式... 換成矩陣式這件事情喔... 你可能會覺得非常的難... 一樣我們在... 就是... 記憶學習遠算法的... 我會忘記... 第11課還是第12課啦... 反正就是... 反向傳播... 與多層感知機的那個課程... 我們有把它矩陣化過... 那矩陣化過... 我們來看一下... 你到底要怎麼矩陣化咧... 你本來是長這個樣子... 你本來是長這個樣子... 那你會發現這兩個式子... 它其實可以合併...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是... x... 去乘上... 不同的... w 係數... 對不對... 那我們把它換成矩陣... 它就會長這樣... 這個東西喔... 你如果真的看不懂就算了嘛... 好不好... 沒那麼重要... 來... 這一串... 乘上... 這一串... 那就是... 第一個l function 嘛... 這一串乘上... 這一串... 那就是第二個l function... 所以... 你對... 這個... 你對... x... 你如果這個w function... 有第一個維度... 第一個維度... 那它就相當於第一個h... 就是前面這個第一個h在輸出... 這裡... 就是它就在擴展嘛... 神君人數目在擴展...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你的整合式子就長這個樣子... 好...同樣啦... 我們就... 我等一下看後面有沒有求解啦... 但是... 即使我後面沒有解答... 就是... 沒有導函數的解... 那也不重要... 因為我前面的課程有教過了... 矩陣化多層感知機... 你就要求出矩陣化的解... 矩陣化解長成這個樣子... 這是... 每一個... 打比錄的導函數哦... 好... 矩陣化多層感知機... 矩陣化解... 這個東西齁... 你也不用了解那麼深啊... 但是我們還是要... 教你仔細看式子... 你不需要知道說... 這個O-Y... 為什麼不能夠是Y-O... 抱歉解出來就是這個樣子啦... 好不好... 但是我想要帶你們仔細看一下... 這個... 導函數的解... 這樣子你們會抓到一些規律... 你要知道... 現在你的多層感知機... 它雖然叫多層感知機... 但它其實只有一層兩層... 對吧... 它有沒有可能變成五層... 可以一直疊就好啦... 這有什麼難的對不對... 確實也可以... 等一下我們就會解... 可是在機器學習解算法的過程中... 我們發現我們沒有去解... 我們沒有去拓展到多層對不對... 而且你們發現最驚訝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回到那一節課好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這件事情... 我們回到那節課... 好機器學習解算法... 哦原來是第十二課... 好你們來看一下... 在... 那個機器學習解算法... 我們都會... 最後我們都會介紹一個套件... 就是有些人就會... 有上課就會知道... 我們最後都會進行一個套件... 這套件的... 在用套件的時候... 我們用的是... UNNET這個套件... 因為UNNET這個套件啊... 它能夠決定一個size... 它能夠決定幾層嗎... 沒有辦法... 它抱歉... 它只能夠兩層生耶... 這個套件只能解兩層生的神經網路... 可是... 你會覺得... 解多層生的神經網路... 那個多層生的神經網路有什麼難的... 一直往下跌就好了... 對啊... 大家都覺得很簡單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看... 它到底難在哪裡... 好像其實... 不過你大概可以想像難在哪裡... 一定難在求解... 對不對... 因為... 預測是要一直往下漲... 這不難嘛... 對不對... 可是... 導含數要解出來... 是不是就比較難... 你們現在一定會猜... 問題出來... 導含數很難解... 對不對... 那我現在要帶你們看... 這個導含數... 它是多麼的有規律... 等一下你們就會發現... 有規律到其實也沒有很難解... 來看的喔... Gradient的O... Gradient就是寫綠的意思啦... 好不好... Gradient的O... Gradient是T度... Gradient本身這個字叫T度... Gradient的O... 等於... 這個樣子這樣就沒有問題... 那Gradient的L... 等於Gradient的O... 乘上... 乘上... 對O... 求L的導含數... Gradient的W... 等於Gradient的L... 乘上...對L... 求W的導含數... Gradient的H... 等於Gradient的L... 乘上... 對L... 求H... 的導含數...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啊... 第一個... 第一個比較難... 對不對... 第一個也不是說比較難... 是後面其實很有規律... 對不對... 我的... Gradient的XX... 一定等於... 上一個Gradient... 乘上... 當... 這個東西... 然後... 對它求導含數... 對這個求導含數... 很有... 規律性... 對吧... 這個規律... 是連鎖率... 連鎖率... 你這邊可能有些人... 脫離數學太久啦... 你可能聽不懂... 什麼叫連鎖率... 但是不重要... 你只要知道... 欸... 它其實是非常有規律的耶... 它其實非常有規律... 對不對... 所以說... 你... 我們... 對這個球導含數... 我們不知道是多少... 可是當我們看過一次... 它們是不是... 結構長得非常的像... 這個是留著的... 欸... 只是把H換成X... 是不是非常非常有規律...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很有規律喔... 這個大家要記住... 很有規律... 好... 那我們這裡... 我們就... 不要求大家去解了啦... 好不好... 我這邊已經寫好一個函數了... 我已經把它解出來啦... 這函數你們只要從頭貼到尾就好了... 好... 這個函數從頭貼到尾... 我為什麼會跳這麼快... 原因是因為... 就是在... 那個... 前面的課程我已經教過你們... 教過了大家怎麼解了啦... 好不好... 你真的很想知道怎麼解... 那你就看... 前面的課程... 好不好... 這兩課我們還有更多... 後面的數學... 欸... 其實他沒有那麼多數... 我覺得... 我是覺得深度學型... 其實沒有那麼多數學... 就是... 你必須要有數學概念... 可是他的解析是很簡單的... 你會發現太有規律了... 對不對... 他實在是太有規律了... 好... 這個函數要怎麼用咧... 我們來看這裡... 來... 我們... 剛剛... 已經產生了X跟Y了嘛... X1X2跟Y了嘛... 對不對... 我現在... 兩個... 兩層生的... 我現在按Source... 他要跑一陣子啦... 因為1萬代實在是有點久... 欸... 你應該可以看到這個圖... 他真的把他切開了... 這樣可以吧... 他真的把他切開囉... 所以你只要換一組... X跟Y... X1X2跟Y... 任意組合啦... 這個... MLP Trainer應該都有能力把他切開... 好...你剛剛的... 神經元數目是2嘛... 對不對... 我們把他改成5... 他其實不會有什麼變化... 除了要跑久一點以外... 除了要跑久一點以外... 他其實不會有什麼變化... 等一下你看到的圖也是一樣... Ross... Ross改變... 軌跡有點改變嘛... 但是... 這個圖他還是很輕鬆會把它分開了嘛... 對不對...這樣可以吧... 如果你用50... 你會發現什麼... 你看他本來的邊界... 是不是看起來像兩條直線... 你給他50的話... 你發現了什麼... 開始畫出一些比較神奇的邊界... 為什麼... 因為他神經元多... 他可以畫出細緻的線... 所以你這樣知道... 為什麼我剛剛講說... 多層感知機... 他有能力擬合任意函數了吧... 你只要給他的神經元夠多... 他就可以給你畫出那種神奇的線...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要按下一頁... 好... 那如果你換一組... 你換一組資料... 你換一組X... 我希望大家親手做這個實驗啦... 等下我... 做這邊招念結束之後... 我希望你們用複製貼上都可以... 但是你們要改變這樣... X跟Y的關係... 你自己指定嘛... 我現在改成... 平方... 平方... 平方向對不對... 你如果開心的話... 加一個LOG... 加一個LOG... X1... 也可以好不好... 可是LOG X1... 那個... 因為... LOG裡面一定要正數啦... 所以你可以要... LOG... ABS... X1... 加1... 開心的話... 你也可以選這個樣子... 這樣懂我意思吧... 然後... 你用MLP去解他... 你用MLP Trainer去解他... 你發現他還是解得出來... 喔... 兩個神經元可能不好解啦... 我們給他20個... 看他有沒有辦法把他畫得更好一點... 欸... 畫得還不錯吧... 好... 所以我想給大家什麼東西咧... 就是... 請你... 欸... 不過你會發現就是... 我在這邊做實驗的時候... 你會發現兩個不夠... 對不對... 你要畫出一個圓... 兩個不夠... 5個好像就夠了... 對不對... 50個好像就太多了... 所以... 神經元數目是要試出來的... 這就是一個參數... 你剛剛... learning rate 你已經要試了... 你現在還要試神經元的參數... 好... 在到第四節之前... 我要給大家做實驗... 親手做實驗... 請你... 隨便產生一組X跟Y... 就是用一組X... 然後去... 你自己去定義... X跟Y的關係... 請你自己去定義他喔... 你要定義的多噁心都可以... 你要加個Sign函數進去也可以...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但是... 請你自己去定義他... 好...然後... 試著用MLP Trainer... 給他不同的神經元數目... 去把這個圖畫出來... 我就讓你們做這個實驗了... 好不好... 然後... 當然你必須先複製這一串層... 程式嘛... 不然你不會有這個函數...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我要給大家... 20分鐘的時間... 做這個實驗... 我們就是... 隨便玩啦... 好不好... 那...大家就盡情的嘗試... 就這個樣子... 好... 這個... 我們大家現在都試完了嘛... 對不對... 那... 我想大家應該會有一個感覺啦... 就是真的是... 你給這個X跟Y任意的關係... 任意的關係... 他好像還真的都做得出來耶... 對不對... 但是我們給他一個大考驗好了... 等我一下... 我們來偷偷抄一下後面的... 好... 我們現在來給他一個大考驗... 好...然後接著我們再來做一下Training... 好...我一樣用20個神經元喔... 欸... 做不太好... 對不對... 是不是做不太好... 看得出來做不太好吧... 對不對... 為什麼做不好... 欸... 這真的是有點複雜... 對不對... 那個... 本來... 這個... 紅色裡面... 紅...那個... 藍...那個... 藍色裡面有紅色... 裡面有藍色... 裡面有紅色... 我必須承認啦... 這個... 這個... 這個狀況真的太複雜... 所以我們剛剛的... 剛剛的多層感知機... 確實是還存在一些缺陷... 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阿... 這樣的情況之下... 給他再多的... 神經元都沒有用... 好啦...我們給他100了... 好不好啦... 我在後面少一點好了... 不然我怕他會跑很久... 確實是還有一些缺陷阿... 所以這樣有問題啊 我們剛剛不是說我們的FunctionSet要有能力擬合任意函數嗎 你看顯然有函數擬合不出來啊 還真的好像有變好欸 但是我跟你們講啊 這個是不太可能做出來的 但是我不敢說沒有 因為搞不好跑很多次 你就會產生一組參數 但剛好可以 因為跟隨機其實是什麼有關嘛 好可是我跟你們講 就是 確實 我們現在的FunctionSet複雜度還不夠高 你為什麼不夠高 因為我們現在只能夠加神經元 對不對 我們到底可不可以加成啊 我們到底可不可以加成 那個剛剛那個 有剛剛燕同學講說 當然可以啊很輕鬆啊 對不對 確實就是如果你只是寫 預測函數啦 這是蠻輕鬆的 但是求解的時候應該就會有一點痛苦的感覺啊 對不對 但是其實也沒有那麼痛苦 因為我們剛剛有發現規律 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兩層生的 多層感知機對不對 來X 是進LFunction 進LFunction變L1 進XFunction變H1 H1再進L2Function變L2 然後就出去了嘛對不對 我們改成 X變L1 H1 然後L2 H2再 H2 然後L3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從這裡到這裡非常的容易嘛 應該你們沒有人覺得很難的吧 很簡單吧對不對 好 那求解呢 求解其實也不難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不要想著 就是這個怎麼解出來的 我們不要管 好不好 我們就看有沒有規律 來 W3 2 N分之1 H2 T 乘量GradientL3 W2 Gradient2 H1 N分之1 W1 Gradient1 X N分之1 非常的有規律對不對 看得出它的規律性吧 所以我跟你們講這件事情 深度神經網路 從這樣的數學上看起來 它真的是一點都不難 你覺得它難嗎 它是不是很不難 不難它只要有它的規律性 對 它其實是有規律的對不對 來 這邊我已經寫好了 剛剛是NLP Trainer對不對 這邊是Deep MLP Trainer 就是剛剛 Number of Hidden那裡啊 我只能夠放一個數字對不對 現在你放三個數字 它就是四乘生 放五個數字 它就是六乘生 放十個數字 它就是十一乘生 好 我們把它複製貼下來 下來 我跟大家講啊 你們不用試著去 瞭解所有這個函數怎麼寫出來 就是你可以試著去瞭解 這個函數怎麼寫出來 如果你真的很想理解 它的原理的話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但它是有規律性的 所以它是有辦法這樣寫的 但是就是如果你真的看不懂 那沒有問題 沒有那麼困難 就是因為之後 那個做實際操作的時候 用的語法跟這一套是完全不同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這一大串語法多少行 164行 所以這叫你們當場寫出來 是不可能的事 好不好 164行 我現在有囉 Deep MLP Trainer 好我剛剛那個問題 我剛剛那個問題很難對不對 我們試著用 你看我們用100成生的 好來 我現在 Deep MLP Trainer 100個神經元做做看 其實我剛剛都做過了 它其實就是做不出來 對不對 好啦 但是我都已經讓它跑了 就讓它跑一陣子吧 那我把它改成 本來是100成生 我把它這100個神經元 分成5個20 所以它變成6成 本來是2成生的神經網路 100個神經元 變成6成生的神經網路 每一層20個神經元 對不對 它是不是有點困難 可是如果改成這樣子勒 我直接給大家看答案 它是可以割成這個樣子 所以深度神經網路 是不是真的很嚇我 這樣Don't worry 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結果 我想你們大概也不太可能在 就是你們如果靠自己的想像 也很難去產生 比這個更複雜的 紅色跟藍點的分 紅點跟藍點的分布 對不對 就是 當然你可以回去再試一些更更噁心的 欸你看到喔 它可以親手 它真的割得出這種形狀的喔 這個很嚇人 對不對 所以 多層感之機本身 如果它只有兩層的話 它的確是很難擬合任意函數 但如果它乘數多起來 那它在數學上真的是 如果你不去限制它的神經人數目 也不去限制它的 就是 乘數 就是 假設你的運算資源真的是無限 假設 因為你發現 運算真的是很花時間的對不對 因為 那個 T度下降法 它每次在計算的時候 它要算一萬代 那就是要算一萬次這樣子 那個 代解參數多 那它就要算比較久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真的擁有無限的運算資源 那 你有 你給它一個 非常非常多的 乘數 跟非常非常多的神經人數目 那它真的是有能力擬合任意函數 你看 這種 這種 欸這個函數它到底長成什麼樣子 我們真的是沒有辦法 我們真的是沒有辦法講得出來 你有沒有發現它真的是 欸 可是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 如果你是一個 你找一個三歲的小朋友 請他 你把紅點跟藍點給他 請他畫畫 把紅點跟藍點分開 你絕對相信他做得到對不對 對不對 你寫不出他的數學方程式 但是你絕對相信他做得到這件事情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多層感知機就是based on大腦去做出來的 所以大家不要 這個多層感知機的能力 你就把它想成三歲小孩就好 我寫不出他的方程式 但是我做得到 所以你也不要對他過高的期待 他就是模擬一個簡單的小動物 這樣好不好 請你不要問他說 數學師是什麼 抱歉做不到 這樣可以喔 好 欸那你現在覺得 你有沒有覺得這樣的一個 深度神經網路 我把這個函數寫好之後 你是不是覺得你無敵啦 對不對 你要有 你這樣要做100成生的神經網路 會不會很難 好像不會很難對不對 你就20多複製幾次啊 你就這樣多複製幾次吧 好當然你可能會遇到運算資源的問題啦 好不好 就是 那我們不要 我們先跳過運算資源這個問題 我們來做一個神奇的事情 來看著喔 來如果 我們repeat 10 10次 這個 這個意思就是 我的神經網路 是11成生喔 先經過10個神經元 再經過10個神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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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複10次 好我現在讓他training 好我先不看training的結果 我先直接給大家看training的結果 training的結果是他爆了 他training不起來 本來是training的起來的喔 我等一下要給你們時間親手做好不好 就是 你們一定要親手做到說 5成生就training的起來 6成生可能也可以 8成生為什麼就不行啊 你們一定要親手試試看 多試幾次 需要一些時間 因為這個跑下去你看 即使是100萬的server 他都要花蠻多時間去完成 你看他做不出來囉 剛剛那漂亮的分割邊界 他變得更複雜了 但他怎麼會做不出來 好 請你想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稍微想一下 好我給大家15分鐘的時間 去完成這件事情 好不好 給大家15分鐘的時間完成這件事情 我不是要你們 沒有什麼東西要完成的 我要你們做的是 試試看 不同深度的神經元 你們就用這組數據沒有關係 因為這組已經夠複雜了 這組已經夠複雜了 你們試試不同深度的神經元 就是給他不同的參數啊 看他跑出來的結果是怎樣 那你們試著有沒有辦法總結出一些規律 到底他發生了什麼事情 要給大家想一下 15分鐘 好啦我想我們今天課程輕鬆愉快的啦 好不好 就是 過程中當然是有一些數學 但是我們跳的 我們並沒有非常要求大家 去把那些數學都解出來 對不對 好那這一題的答案其實 你是不肯從做實驗的過程中發現的 也就是說 你做實驗只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網路深度深到一定程度之後 他會訓練不出來 什麼叫訓練不出來 我們可不可以再講一下 我們可不可以把我們從頭到尾到目前為止 稍微把 什麼叫訓練不出來講一下 他找不到解 不是沒有解 是找不到解 T度下降法找不到解 對不對 我們剛才講一下 我們提出的Function Set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他只是深一點嗎 沒有問題 Lost Function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導含數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該解的都有解出來 問題是T度下降法失效 失效在哪裡 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T度下降法最後為什麼會停下來 在最前面的時候 我們看著 在這裡 為什麼他最後到很多很多之後他會到-1停下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 當你到-1的時候你帶入導含數 他的T度是不是0 所以他一直減0 那他當然就會永遠都是那個數啊 這件事很重要喔 所以說T度下降法有什麼缺點 T度下降法的缺點是 如果今天 T度下降法你把它具體具象化想像 就是把你隨便丟在一個地方 然後你開始要往上往下走嗎 對不對 你一直往下走 如果你走到了一個T度為0的地方 你是不是就動不了啊 你減掉T度他也不會動啊 所以如果你的函數非常非常複雜 複雜到 你沒有辦法 你動不動就會遇到一個T度為0的地方 就是你動不了的地方 那你是不是就被陷住了 好 你知道這一點之後 你當然可以想像一個事情 你的數學是越來越複雜 你給他越多層 他一定就越複雜嘛 對不對 他複雜到一定程度 他一定就是 求解的過程中到處都是 會困住你的地方啊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是T度下樣法的缺點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從 數學上的角度我們來看一下 那你仔細看喔 他非常的有規律對不對 他的導含數非常的規律 但是如果你只觀看 我們看前面這裡好了 如果你只看W這一項的話 你看不出問題 你會發現W 都必須是前個gradient gradient的L3 gradient的L2 gradient的L1 去處理的嘛 他承接下來的嘛 對不對 那你發現了什麼 來 gradient的L1 他等於 gradient的H1 乘上H 再乘上1-H 那gradient的H1呢 他又等於Gradient的H2 L2對不對 Gradient的L2 又等於Gradient的H2 Gradient的H2 Gradient的H2又等於Gradient的L3 所以Gradient的H1 他跟Gradient的L3 他差了多少東西 他差了很多個這個對不對 他差了很多個這個 他差了很多個這個 這個有什麼問題 大家想一下 H H是不是一個介於0到1之間的數字 那H 如果很接近0 或很接近1的時候 這一串是不是就是0啊 很接近0的時候 啊承起來當然是0啊 很接近1的時候 這裡就是0嘛 所以你的整個過程中 你要到L1的這個過程中 他中間 越深 他就會經過越多次這個考驗 只要任何一個考驗 讓他變0 他後面就再也沒有了 所以一個很深很深的神經網路 他就很容易遇到0 這樣懂我意思吧 不深的神經網路還不會遇到0 因為他就他只有一個考驗啊 你懂我意思吧 如果你一個神經網路100成生 你要求解的時候你要經過100次 他是不是他有沒有很接近0 或很接近1的考驗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謂一個很深的神經網路 是非常難解的 不是不好求為分 導含數還是很好求的 他是有規律的 不是數學上很難 是T度下降法很難 是他的數學方程式 就是一個很難的方程式 他要求解就是很難 所以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他變成0的這個問題 T度會經過越來越多次的 H-T-H嗎對不對 這個問題就是T度消失問題 這個問題限制了我們 深度神經網路的深的程度 他不能太深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深度神經網路 嘴巴講深 實際上是沒有那麼簡單的啊 對不對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要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大家不要緊張 因為我現在教你們的東西 注意到我已經用過文獻了嗎 1986年 在1986年的時候當然是解決不了啊 現在當然是解決不了啊 不然現在憑什麼說深度學習革命啊 對不對 好但是後面我還要讀很多書啦 好不好我會帶你們一本一本讀 但是這個 我們會帶你就是試著 你要知道核心問題就是這個 也就是說有人跟你講說 現在突然有人跟你講說 我做深度學習有30年經驗 我首先先懷疑一下 你知不知道T度消失問題被解決了 在這過程中 你有解決他 你也知道 你知道時代進步了嗎 對不對 因為現在的深度學習 跟以前的深度學習 他的原理可能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就是解決了T度消失問題 所以T度消失問題 我們後面會 我們後面的課程 你就會 我們一個一個會把 這個問題給解決掉 反正他大概就是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T度消失問題 他已經被解決了 但是 就是想法 我們不肯憑空告訴你他怎麼解的 好不好 這樣子 這樣子你不會有那個科學進展的感覺 對不對 你會覺得 就有一個天才突然掉下來 這就解決了 對不對 不是這樣子 我們會教你一步一步解他 這樣子 第二個 這個 我們這個 他還有很多問題 你 方程式越複雜 他是越容易過渡女和 過渡女和 就是他 在 training set 表現得非常好 可是他到新的實驗 新的樣本之後 就沒有辦法做得很好 請你記住資料科學中的實驗流程 你必須要把 樣本分成 你必須要把樣本分成 training set reduing set 跟test set 這樣可以吧 你在training set 去建構你的模型 reduing set 去調整你的參數 test set 最後去做一次 注意件事情 PayPal上面的準確度 一定是test set 上的準確度 你不能用同個樣本 做了一個 模型之後 就說 喔 他在這個樣本上面 準確度99% 那 搞不好 是你只是把考古題 全部都背起來了 對不對 沒有人知道你在 真實世界的表現 請你一定要在test set 上面 表現 表現的模型 好 那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 如果是有上 低級學習技能算法 課程來的 你應該會知道 就是 這個h 乘以1-h 這種 一個很接近0的數字 跟 一個0到1之間的數字 自己減掉 1-自己 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們當初是用 cross entropy 這個 損失函數去解決他的 好 一樣也是看第七課 在這裡 我們在做邏輯社會規的時候 然後 我們一開始 給大家的 這個 我們一開始給大家的 損失函數是 殘差平方核 我們發現 這個 當成是不好 所以我們把它改成了 適當的損失函數 我們把它改成了 cross entropy cross entropy 改成這個了嗎 我們從而解決了 P乘以1-P的問題 可是現在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改損失函數 是沒有辦法解決 深度學習的問題 為什麼勒 因為 你的每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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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的h 跟1-h 不一樣多啊 經過的次數不一樣多啊 你配合了他 那你要怎麼配合他勒 所以你深度曾經網路越 越深 你就沒有辦法配合所有人 總是有人被遺忘 這就是問題所在 那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那可不可以 不要 非線性轉換 可不可以 不要經過非線性轉換 你們現在發現問題啊 問題就在 h乘1-h 這是 非線性轉換函數 他求微分的時候 他很容易遇到問題 那可不可以 不要有非線性轉換 什麼意思咧 在前面這裡 我們不要經過S型函數了 我們永遠都只有L函數 可不可以這樣 欸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不行 我覺得 我覺得非常棒 我最喜歡 我最喜歡想 聽到那個Fresh的想法 為什麼一眼就覺得不行 他的參數就不夠啦 他的參數是W啊 欸 非線性轉換函數沒有給他額外的參數 他的參數都是W而已 W都是線性轉換而已啊 所以你覺得可以 那如果是線性轉換他 只是有給他轉換 你說沒有經過非線性轉換 就怎樣 你說他就永遠都會線性的嗎 講的太好了 大家知道 如果你知道 這個L函數 你如果了解 他其實是 你舉證的乘法 他實際上是什麼 其實是XW嘛 對不對 那你如果不先做非線性轉換 你就直接再讓這個東西 再經過一次線性預測 那不是讓他再乘一個W嗎 那你連乘20個W 和乘一個W 是意思不是一樣嗎 因為你可以先把那20個乘在一起啊 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你不經過非線性轉換 你看起來好像經過一層等於沒有 因為他們可以合併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沒有經過非線性轉換 經過再多次線性運算 他還是線性 所以複雜度是非線性轉換給的 所以非線性轉換不能捨去 但是非線性轉換次數一旦多了 你就遇到T度消失問題 這是為什麼 我們在第一堂課 在一開始的時候 這裡為什麼隔了30年 是有原因的 因為真的是個大問題 你現在如果我今天講到這裡 你會覺得前途變黑暗 不是你知道黑暗在哪裡吧 這個問題 我不能解決他耶 我不能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你知道嗎 提出問題的人 就是那個你需要依靠他的 那個非線性轉換函數 但是我又不能解決他 我解決他了就回到線性啊 所以 這個問題會困擾我們30年 不是沒有道理的 好不好 這個可能類似 這幹細胞要誘導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阻止人類前進30年50年 總是就是有很多問題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們 這一節這一門課的後面 我們就是要來慢慢的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去繞拉他實作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再來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來有沒有人有問題啦 有沒有人要問 現在有問題 好 那如果我們之後 把非線性轉換一開始 另外一開始 可以 就是我們希望 盡可能 透過改變非線性轉換函數 去減少他T度消失的問題 可以 但是有一定的極限 因為你終究是要非線性轉換的 你懂我意思嗎 你不可能捨去非線性轉換函數 但是你非線性轉換函數 就一定會面對T度消失問題 為什麼 因為 什麼叫非線性轉換函數 他的斜率就是不穩定 你非線性轉換函數 他的斜率 要嘛就是一直變大 他就是有大有小 所以叫非線性轉換函數 他就是有小的地方 他有小的地方 你求倒函數的時候 你就是會遇到0 你可以讓他盡量不要出現 不要太多地方有很小的地方 不要太多地方斜率是0 但他終究是會有 不然他不是非線性轉換函數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沒關係 問不出來就算了 我們今天的課程 就要帶大家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 這個神經網路 30年前的神經網路 跟現在的神經網路 可能看起來名字都一樣 柿子看起來也差不多 但他背後鐵定有一些數學 是完全不一樣的 不然的話問題不會困擾人類30年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當我們突破這個點之後 他就有能力處理影像 有能力處理文字 為什麼 因為文字跟影像 和Y的關係 那顯然是複雜到難以估計 所以需要一個非常複雜的函數去擬合他 當你沒有解決深度學習的問題的時候 你是沒有能力做出那個超複雜的函數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就是深度學習課程 第一課要給大家 一個最重要的觀念 那我們後面就是去解決他啦 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啦 好 謝謝老師